好 社会消息要带你来关心 发生在西龙 这青少年他们现在是在脸书互呛的情况之下 最后没想到居然是相约谈判我们的独家消息 带你来关心 这青少年可能是年少气盛 双方一见面就刀棍齐上 那么其中有一位是被叫去凑热闹的代姓少年 他因为逃避不及结果落单 被至少十多名青少年轮流殴打砍伤 严重到脊椎骨的外露 脚筋甚至被挑断 送医后到现在还没有脱离险境 案发现场血迹斑斑 通往情人湖的山坡草地旁 开始出现大片血迹 沿着血脚印继续往外面住家靠近 墙壁上还有大滩的血字 可见当时凶手下手之凶残 一个小腿柱有约20公分的那个刀伤 那一背部比较严重的是背部 背部整个背部脊椎伸箭骨 中秋节前一天的凌晨一点多 基隆市两名青少年 因为脸书互呛 最后演变成双方纠种寻仇 戴行少年被砍得刀刀剑骨 伤势严重 戴行少年目前还在医院急救当中 不过还没脱离险境 警方已经锁定了四名青少年事案 正在全力追查当中 记得朱丁龙 基隆报道